我們在舊舊舍做了28年 我們一個段落結束了 一個新的開始 又好像是有一點意義的開始 我們重新出發 如果去過天候食糖水 一定會懂得這間精精甜品 綠色招牌簡潔又搶眼 開業28年 由細鋪邊大鋪 賣的中式糖水 不少街坊都由細食到大 我们在天后开了28年 刚刚这张药业主要收回一间铺 我们就搬去其他地方 开始做不到药的时候 有时想过不再做了 因为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刚刚又有这个铺 如果找不到这个铺 我们未必会继续做 今次重开 老板选择在湾仔开店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铺位 跟他很有渊源 我爸爸以前在这里做事 几十年前就在这个位置 当时我爸爸只是做工人 他只是做豆腐、豆漿 整个小时就在这里 退休了很多年 刚刚看到这里又是那个位置 我好像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是挺特别的 因为那个很难说 那么巧你想找也没有 有时候 我想就好像20年了 就是天后那时候才开始 都吃了很久了 所以他一开花就快点来光顺 我通常都是炖蛋和蛋白杏茶 像这样一样的 临劫初的时候 很多客人都希望我们做 因为香港做这类的中式甜品 很少人做 而且做得更好 我们知道自己做得挺好的 不是说自己 不是说自己 这个层面我们做得挺出色的 其实我们 因为2028年了 我们知道自己去到哪里 糖水远近辞名 只因老板坚持真材实料 所以开业这么多年 都存下不少口碑和熟客 当初我们开头做小铺的时候 开始有人认识就是靠我们的骨 生亡骨 芝麻 杏仁那些 自己磨 自己炒 自己隔渣做出来的 不是说开粉 所以我们工序很多 全部都自己做 但那个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用冰糖 不用砂糖 所以是好吃一点 和舒服一点 理论上健康一点 另外香甜软滑的奶黄丸子 味道亦只似一家 我们的奶黄丸子 那个奶黄餡 是我自己常配出来的 不是说跟一些外面的 recipe做 试过很多次 才试到这个味道 和那个质量 包了一个糯米在外面 里面有奶黄餡 另外再配上奶黄汁一起吃 所以它的味道是有两种奶黄味 跟一般的奶黄汤有点不同 另一个是我们自己创作的 都是汤圆 但这个是玫瑰酒汤圆 一路做汤圆的时候 一路想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 想起酒心巧克力 那我就想到 可不可以放进中式汤圆 所以它有酒味在里面 主要是玫瑰露的味 加上一些姜汁一起吃 没有那么浅 以前我爸爸在这里做豆腐 做豆腐和豆漿等 我都学会做豆腐 所以我就在这里买回豆腐花 豆腐花有什么不同 你看看有没有豆香 和吃下去会不会粗 而且我们每次做豆腐花 都是做一个小量的 不是做一桶 像一些旧式豆腐店 做一大桶 买一天 好的一直买 不好的再做过 虽然是说重新出发 但老板都保留了很多旧铺的物品 加上铺位的装修和格局 熟客来到都份外有亲切感 如果你看到 我们可能有竹簾 如果在旧铺 熟客就知道 一望在对面街 都看到我们有两个竹簾 有个甜字 有两个精精 有个字 很代表性的 以前都在门口的招牌 精精甜品 四个字 我们结束天后 就保留原型招牌 我就把它放在天花板上 作为一个灯 灯的装饰 有这个铺 有些条件 有这个环境 有这个历史的意思 我们再继续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公仔